大家好,我們今天又來開箱我們在日本網上買的下跪衣服 大家每次都問我們到底怎樣在日本網上買衣服 那我們今天終於來結帳了 除了開箱之外,我們還會手把手教大家怎樣買買買 記得看到最後 超重啊 我們這次是用Fundbit代購網買的 詳細是怎樣買呢?一會片尾會教大家 嘩... 好,我們第一間要介紹的就是這間CAN Online Shop 與其說它是一個品牌,不如說是一個很大的購物網站 因為它包含了14個3的日本品牌 例如大家很熟悉的SM2,或者我們曾經開箱過的Eheca Sobo 都可以在這個網站買到的 這次一開就有兩件一起開,因為它是一個配搭 首先有這件上衣,還有一件吊帶的連身裙 它的質地眨眼看上去和摸上去都覺得很透氣 又有一點點彈性 OK嘛 還有這個呢,有一個小背心在裡面 我覺得裙子也很漂亮 喜歡它這個大袋 這個是薄荷色,但我實在看起來就像灰藍色 誰看我也覺得它很薄荷 大家有沒有看到有這個賈 我最怕那些成本裙真的都會收緊一緊 我走步,也走得不自作 這個我真的可以一量長一長 還有一個大袋子,真的太方便了 接下來就是講一下我的 夏天因為真的好熱,所以我最近也想穿背心比較多 再穿身刀帶小背心呢,贈這件上去就沒有這麼單調了 另外我自己就買了一條它很漂亮的半身裙 我覺得很適合這些簡釀純色的上衣 它的包包算是前後也有的 我覺得還蠻好 這款鞋很白搭 搭起來也蠻簡釀 比想像中好看 我喜歡它旁邊有個小蝴蝶 它其實是連繫著整件衣服 比較有特色 不會就這樣一件過 我看你都很涼爽 東基現在最邏恨的四大元素之一 就是涼鞋襯物 沒錯 基本上我看它們用很多種不同的襪子 去襯涼鞋 而在不同的店鋪都是看到這種風格 我看到它有三種顏色 你選了粉紅色 因為我覺得比較溫柔 再加上它是草的邊 比較夏天 還有我最喜歡的星高 站在Mina旁邊一定要升高 接下來 因為我個人比較虧 在這些冷氣地方一定要有一件外套 所以我又買了一件外套 我選這款它叫白色 但看它的照片 大家看看是不是很像粉紅色 我現在索物體 就是灰白色 灰白色 這件有色差 有少少色差 薄薄的一件外套 整件外套的人 好像那張圖 收起的袖 這裡有個泡泡的 你是不是要上班了 要了 像上班的感覺 是嗎 好 第二件要介紹的就是這個Guriru 似乎很多香港人都認識這間 因為很多觀眾留言給我們說 在OLED我們都買過這一間 這間的最大特色就是 Pan 它真的一做出特價就是跳樓式的特價 半價甚至80%off都有 這次也是我們第一次買它品牌的衣服 儘管來看看它的衣服是怎樣的 第一件是這個連身棍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的用料 它是整件都是蕾絲布 它整件都白色 然後只有這些位置 特別是黑色的 還有它有一條Bel 也是黑色的 這個設計很令人眼前一亮 其實它也有一層底裙在這裡 不會透的 這一點很貼心 這件連身裙 你猜一下多少錢 都要三四千耶 這麼重寶 不用了才2299耶 這真的是多划 裡面的打底裙 是去到這裡 膝蓋以下的位置 是若隱若現的 還有我自己很喜歡它這個黑色的腰帶 真是怎樣穿了整件衣服 嘩 嘩我都不舒適 套裝的連身裙 有一件內襯 還有一條吊帶的裙 它這隻又是面麻質的 好棒啊 我想起那些花店女孩 對不起我沒有一束花抱著給大家看 但是我覺得它這件衣服很漂亮 這件是幼的吊帶 後面還可以綁到一個蝴蝶結 可以收緊 我猜一下我一套套裝兩件 是多少錢 說真的如果在香港看到 我一定會覺得是 起碼三四百元 但沒想到原來這裡買 2499耶 除了港幣 都是182元 200元 又走 好那剛才 手掌索布那雙鞋 很有鞋 有氣色的 然後就配上我這套很涼爽的 連身裙 還有一件牛油果色的內襯 喜歡背面的蝴蝶結 對 我覺得它簡約可以 又有小的設計位 令整件衣服比較有特色 而且最重要是配色真的很好看 真的要說一下這件 本季四大流行元素之一 飛飛鳥 今季 真的不說得少 是每個入排網 都有出飛飛鳥的衣服 但我覺得這件很透氣 但要自己打底 有少少企嶺 背面也有蝴蝶結 馬上很有日本那種 上班族女性的感覺 我覺得這件真的 好舒服 因為它這個 有少少碎感 所以不會令你覺得 嘩!折到薄 第三個 本季流行元素 就是 公主裙 又是每個入排網 都有出到那種 很誇張的泡泡酒 很多層的公主裙 但老實說 我真的carry不到 我選了一個 比較我自己能接受的 公主裙 這件 你見到它 好像有一種 假兩件顏色的感覺 它這件 好像是另一件衣服 做了兩層 很大的裙子 然後 都是有底裙 不用自己再打底了 小公主 我知道你們一定會說 夏天你不熱嗎 但它這個料 是真的 涼爽親膚 很透薄的 然後我就買了這條 比較歐式的服務 對呀 立刻風格一變 我覺得它的版型很好看 非常優雅 我覺得我可以扮一下優雅 穿這條裙子 他的模特兒照片 真的拍得很好 很吸引人買 然後我也喜歡它 還有配一條腰帶 是可以綁毛蝶件的 再顯瘦一點 這件裙子的質感挺挺 不會太軟 所以穿上身整個感覺 都非常棒 好像去了法國 好修身 想不到 修身了 拿出來看看 基本上 牠排裡面所有的衣服 都要配升高的鞋 我覺得日本人也不太高 我也不太高 真的 還有很多這類的 原地升高鞋 我們叫做 又是 再高過剛才我們 對呀這個 可以拍轉圈 不要太矮 還有大家不要看它 好像很大塊 它是很輕的 對呀 真的很輕 我想說 好 最後要介紹的就是這間Cooka 來到第三間 如果你覺得前面那兩間 都太甜美太可愛 的話 這間就應該會適合你 它是寫明 是為了大人的女性而設的品牌 所以你一看它的網站 都會看到 哇 畫風一邊 全部都是很職場女性的感覺 成熟穩重 優雅 OK 我要試一下這種Style 第一件 下一件 無咒的連身裙 哇這件我看到 本來都很想買 我是覺得它可能太長 所以我穿不到 它有短可以選的 真的嗎 對呀 為什麼 它就是為了你這類新高 沒有那麼高的人 夠呀 它真的很薄 大家可以看到它 有點反光 滑身 還有是柔軟的 如果你走路的時候 隨風飄日 你的裙子都會很好看 它整個網站又做得那麼漂亮 設計也那麼好 還有分尺寸 再加上它偏向成熟風格 你可能會覺得 會不會是成熟女性的市場 1355M 哇 我好累了 我好誇張 我沒買了 你幫我拿這份File去拍人 100份 所以我說這件的衣服 它真的很神奇 立刻穿上去 真的有一種大人的Feel 看看灰片真的有什麼 床面很好看 不錯 它的Cutting很好看 對呀 好 我買了一條很悠閒的長褲 好舒服 因為我最近看到都很流行 我看到大家穿得那麼舒服 我有買來穿一下 但買的時候 我看到它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 不管你身高多高 它設計出來是讓你自己修剪的 好誇張 我第一次聽 我自己剪 衣服自己剪 當然剪得漂亮不漂亮 看你的手工 我應該不會太去剪它 它這個彈性也很好 很好 然後我看到Model 上面穿西裝外套 又很型格 又走著去很型格的路線 真是職場女性Feel 女強人 接下來我選了一件上衣 大家看不看到 是今季其中一個流行元素 方嶺 對呀 真的一定要有一件方嶺的衣服 你可以看到你的鎖骨 其實真的好看很多 你有的話 有啦 所謂這些我一定有 接著就是這條黑色的連身裙 一個很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看Model想show 你是可以上面穿的 但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它還未屬於下季的衣服 摸上的質感也比較厚 真的偏厚 我想秋冬也能穿 準備好秋季的衣服 你這麼狡猾 剛好穿 本身以為是下季 又是白搭的黑白色 我很喜歡你配上衣 而且V領很好看 對 OK 轉一轉 這裡是圓領的位置 床那邊就是背部 是大V領 這件很好看 其實我都買了一些 秋秋地天的衣服 你又說我不要 對呀 就是一件牛仔的吊帶連身裙 不過說真的 這些外搭的裙 其實夏天都可以穿的 你上面穿背心的 其實整個都很夏天的感覺 你也知道我很喜歡這種吊帶的裙 對呀 我也是 還有這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是這個上面的部分 是可以 取消它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 這麼有趣的 半身裙 哇 又是一個兩雀 你學我 怎麼打兩面雀 兩種雀 接著這件 這件又是有兩個雀 一 你可以當它做連身裙 二 你打開樓 它就是一件外套 其實它這個 pattern 是一個黑白格仔 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修一修的 這邊 它不是真的說直不甩地任你去 這件同樣 都是可以做外套 還有連身裙的 我就用了剛剛那件 連身裙的腰帶 襯在這裡 因為我覺得它就這樣放出來 好像很肥 OK 想不到 因為我平時是一般的黑白格仔 但這件很出色 最後啦 我都買了一件 為什麼我們選這件那麼適 但我這件是背心型的 又是可以 購買樓 可以當連身裙 打開樓 就是一件很鮮飄揚的外套 襯衣應該很好看 又可以襯到長褲 這個摸上手 我好有驚喜 再軟身過你那件 哇 你上來都更飄人 好飄人 而且這件呢 有袋子 這麼輕 這麼薄 也有袋子 我覺得成熟一點的穿法 但是有型格一點 嗯 對呀 如果我扣好樓 然後加一條BELL 就可以連身裙 嗯 好 接下來就是教學的環節 沒錯 我們這次就是用了 Fonebit這個代購網站去買的 還有我有一個很驚喜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次買了三間的日牌 平時我們買的話 就用每一間去註冊 但是這一次 你是不需要在那間日牌的官網註冊 基本上你只需要那條商品的link 你就可以買到的了 首先就是給那條link分別 接著結帳 最後再寄來香港 是不是很難相信就是這麼簡單呢 接下來我們就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是怎樣買的 首先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第一間 CAN online shop 例如我現在就要買這條褲 你只需要copy那條link 接著放到去分別這個search bar 它就會彈出這個視窗 就已經有你剛剛的網址 商品名稱 數量 當然你想買兩件 你也可以填兩件 金碼 你就要記住 要填碎入之後的金碼 商品規格 你都照copy 你想要那種顏色的名字 還有如果有時有分size 你都要在商品規格上寫什麼size 決定你要那件衣服的內容之後 就按加入購物車 然後你就可以在分別網站的購物車 看到有你剛剛選購的商品 有個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每次購物不能多過一間店 還有不可以一次過多過15件貨品 你選購完一間店 之後你就可以在購物車上 看到list 然後你就可以確認到 Yen的價錢和港幣的價錢 沒問題你就可以按立即付款 分別就會幫你下訂購 如果你還有另一間店想購物 你也可以集齊完加在購物車上 再一次付錢 大家第一次付完錢之後 要做的東西 就是等待日本那邊送貨 送到分別那邊 大家可以在日本出貨管理那邊 看到你的貨到底到齊了沒有 TOTO集運倉那邊 可以幫你儲30天 讓你可以集合所有的店 到齊了之後 你可以選擇所有的貨品 然後就通知分別那邊 幫你打包 打包完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所有商品 合起來到底有多重 還有你要外加的包裝費用 我們這次TOTO賣了8.287公斤 是相當之重 打包之後你很快就會知道 你由日本寄來香港的運費 到底要多少錢 然後就可以進行你的第二次付款 第二次付款的時候 你也要選擇你是寄去自提站 還是送貨上門的 當然送貨上門就要另加香港的運費 以我們這次為例 因為這次真的太重了 所以我們選了信封配送 你看到它是自動扣當月的優惠 所以你看到它有600多元 變成499郵費 真的只需要 那就會送上門了 第二次付款之後 你就可以安心等你的貨送上門 在8月期間分別有多少優惠活動 我們又來講一下有什麼優惠 大家可以在官網領取兩張1KG的免運券 每一張都可以當1KG的國際空運費用 第二樣就是如果大家選擇在荔枝角的自取點拿貨 本地運費就是零 第三樣就是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四 如果大家在日本的樂天購物 可以立即享有3%的折扣一位 第四樣就是我覺得非常好的好友推薦活動 大家在註冊完之後就會有推薦碼 朋友用你推薦碼完成註冊之後 再在那個月完成第一次付款 你們雙方都可以有以下的禮品 如果你們是沒有好友推薦碼 歡迎用我們這個好友推薦碼 就是Mina Tachi 分別也有跟一些日本商家獨家合作 如果大家在獨家合作的店舖購物 可以享有免日本運費 又或者免一半運費和服務費 詳細的資料我們會放入我們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按進去看看 我相信大家在海外購物 都會有些不安心的地方 但分別會提供這四大保證給大家 BJD的玩家們 有時都會在日拍買東西 或者是樂天這些網站 分別都可以幫你買到 有興趣在日本網站購物的朋友 都可以試用一下分別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可以幫你買買買吧 好 多謝大家收看 Bye Bye 我們今天又來開箱 我們最近在日本買的… 日本買 即是太走去日本 日本網買的 我建議你呢 你去摘一摘 讓你的腰出花紋了 這幾個真是植物 那如果你們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如果你們沒有朋友 不知道 我們不可以講的 比我們更長的 也好 這麼多 慢慢的 我看